身家过一57岁仍单身,曾与刘德华平起平坐跟女神范冰冰世亲兄妹。 身家过一57岁仍单身,曾与刘德华平起平坐跟女神范冰冰世亲兄妹。有人说,她是我们学生时代的偶像。 初次看她的中华英雄就喜欢上她了。 有人说她最经典的角色是展昭,《风云2》的吴明演的也有魅力,比电视纸版的《风云号》太多。 颜值更是没得说,秒杀一线小线肉,已经过了30多。 身家过一57岁仍单身,曾与刘德华平起平坐跟女神范冰冰世亲兄妹。 有人说,她是我们学生时代的偶像。 初次看她的中华英雄就喜欢上她了。 有人说她最经典的角色是展昭,《风云2》的吴明演的也有魅力,比电视纸版的《风云号》太多。 颜值更是没得说,秒杀一线小线肉。 已经过了30多年,她始终用味点。 她就是,何佳晋。 何佳晋1959年出生在香港,她自己认为演戏不仅能尝试到古今黑白更到上的人物。 这也是一项极富有创意性和挑战性的工作,上天永远眷雾那些勤奋的人。 何佳晋陪着朋友去剧组面试,结果歪打中招签约亚洲电视,从此进入娱乐圈。 以前何佳晋,许多80后,90后的脑海里,第一个反应就是93年包情片中的那个男侠展昭。 这个角色有很多男明星演过,但是无可争议的是。 最好的展昭还是何佳晋,英气不发既有男侠的江湖豪气,又有入室未观后的隐忍与无奈,无人能超越。 本来借着包青天的名气,何佳晋是可以更上一层楼的。 铁三角金超群,范红轩和何佳晋,一起去TVB拍包青天,但金超群因经济问题再次与人闹三。 整个事件中,他也跟着倒霉,被港台电视圈封杀,可以说是何其无辜。 进入娱乐圈后的何佳晋,先后与关芝林主演《大将军》,再见《狂牛》。 又与金素梅合作不乐情,还曾与刘德华合作电影《玉中龙》。 通过这部戏,他与刘德华结下身后的优异,《亲如兄弟》。 自2000年以后,何佳晋开始淡出我们的世界。 之后在影视中多数单位配角,但是这并不是表示他过气了。 而是因为他来内地发展的时候,他觉得做演员终有失业的那么一天。 于是他一边拍戏一边学做生意,如今的他早就是圈内的隐形富豪了,身家过矣。 何佳晋对金素梅一见钟情,两人一谈婚论嫁,最后却分手了,他表示依然爱着女方。 并且双方承诺,那就是如果60岁的时候,彼此都没有嫁娶,就在一块共度余生。 他还与香港女星李婉华相恋过,不过还是分手了。 如今已经57岁的他仍是单身。 1998年他来内陆发展,拍摄了《马永珍》系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剧中他饰演武艺高强的马永珍。 当时的范冰冰只是个配角,在戏中饰演马永珍失散多年的亲妹妹白笑别。 曾经是配角的范冰冰,现在红得一塌糊涂,她还霸气地说自己是豪门,不需要想加入豪门的事。 她那优雅的身姿,离人的身段,男友李晨的眼神都离不开她。 有人评价范冰冰冰是个花瓶,但是她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是个拥有实力的花瓶。 最后还是希望何家尽早日成家,生个乖宝宝。 不为别的,就是因为孩子是你的亲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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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